丫佬安药 北京 韨硕 GOOD AFTERNO!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耶鲁北京中心 这是耶鲁大学在中国的家 我是李恩佑 Karroll 是耶鲁北京中心的主任 也是耶鲁本科学院的效尤 这里我们耶鲁北京中心是 代表耶鲁大学的 十五所院校 我们是14年成立 是一个挥拒各界精英领袖 就我们国际上的 最近拖切的一些 一体进行交流沟通的一个平台 欢迎大家常来 那么在我们校友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的访华结束之际 我们特别荣幸 能够邀请到两位 中美关系的监督者 观察者 长期的研究者 来为我们讲课 一位是任晓教授 他是复旦大学的 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的教授 中国外交研究中心的主任 另一位呢 是我们耶鲁研究生院 合法学院的校友 高枝牌老师 他也是我们耶鲁研究学院 中国学会的主席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他们两位 今天的流程 主要会是由两位嘉宾 一一的介绍 对最近一些新的进展 分享一下他们的个人观点 然后呢我们后面会有一个Q&A 那么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中两级老师 任晓教授还有高志凯老师 谢谢 大家晚上好 谢谢耶鲁中心 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问题交换看法 那么耶鲁中心 选择这个时机非常好 今天是有商务部长 那么多 最后访华最后一天 今天在上海 那么已经结束访华了 应该说这次访华 我个人的看法 是比我们预想的 要好一些 成果要多一些 这个是我个人的观察 就是我讲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包括建立了副部级的工作组 建立了这个助理部长级的这个 关于出口 双方出口管制的沟通机制 那么也确定将来 两个商务部长每年 都要面对面会晤一次 等等 那么这些在当前的 这个中美关系的条件下面 是很不如意的 是少有的亮色 少有的亮色 那么我们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 我想大家都会看到 最近这个五六年以来 发生了太多的事 中国的内外环境 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非常重大的变化 如果是我们 我们暂时只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2018年以来 大概可以从2018年算起 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关税开始 我们都看到了一轮又一轮的 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关税 开始了所谓的贸易战 那么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的领域 其他的领域 这个特朗普政府对这个中国企业 这些领域的设计 各种的打压措施 对双方的设计技术的领域的交往 或者合作 进行各种限制 中美兩國之間有往來的一些技術領域 他要單獨地搞他的產業鏈 跟中國簽罪 今年以來他有一個新的說法叫做虛偷解 實際上韓裔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美國在對過去的這種雙邊的關係 進行了重大的改變 把中國看成是一個他的頭號競爭對手 從特朗普政治進行開始 由這種定位和認知而來的在各個政策領域 他都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他更多的和他的盟友夥伴 來進行建立新的過營鏈產業 從政治戰略上來講 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在亞太地區 進行美日英澳的四方的機制 和美日英澳的三方的安全的合作 以及最近大家都看到的 在大偉銀進行美日韓的準同盟的建構 那麼這些步驟 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因素 實際上是在進行以中國為對象和目標的圍堵 從這個更高的層次來講 我認為是美國在他的戰略認知上面 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 也就是說對當今的美國來講 他覺得已經把中國看透了 他覺得已經把中國看透了 他覺得你的兩個百年奮鬥目標 就是將來要取代美國的地位 取代美國的世界地位 特朗普政府時期有一位白宮顧問 叫做白邦瑞 Pillsbury 有一年我在新加坡參加相關里達對話會 他送了我一本書 大家都聽說過《百年馬拉松》 因為我手裡有這本書 我還是比較認真地看了 這本書對於中興的問題 就是認為中國有一個秘密的戰略 中國有一個長期的秘密戰略 要上升為全球燒機大國來取代 特朗普政府白宮顧問 這本書就得到廣泛的閱讀 於是特朗普的白宮 可以說是在他這本書的論題 應該說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大家看到的 特朗普政府和那個時候往來的 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變化 把中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 因此要把中國的發展勢頭壓下去 這樣的一種思維 就佔到了一種主導性的地位 那麼進入到白宮政府以後 可以說這樣一種思維 在很大程度上面再繼續 再延續 甚至進一步有所加強 所以 白宮政府的這兩年半左右的時間當中 應該說做了 做了 很多的事 包括我剛才說的 種種的步驟 那麼 本來這個 種種關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下滑 所以 非常困難的局面 這個時候又發生了一場 這個 不其然的 發生了一場新冠疫情 那麼本來這個疫情呢 是一個 是一場 一個共同的敵人 一個 就是 一場 這個 一場 這個 國際性的公共衛生的危機 本來是一個 合作的機會 是一個 這個 中美之間 這個聯繫手 來共同 這個對付他 應對他 這麼一個機會 但實際出現了一個 這個 實際上是 加確服 這個 中美之間 這種 不信任 這種 惡感 包括 相互指責 相互指責 並且在這個 疫情的起源 這個問題上面 相互指責等等 那麼 那麼 再加上 去年 2024號 這個 這個 突然爆發了一場 俄國戰爭 突然爆發了一場 這場 俄國戰爭 這個 又變成了 中美之間 一個新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 美國認為 這個 中國 沒有 在 這個 西方 裡面 譴責 俄羅斯的 這個 對中國 來講 我們認為 這場 戰爭的發生 有很複雜的背景 它是一個 一個發展的 這個 一系列發展的 最後的一個 產物 那麼 其中就包括 這個 過去若干年間 北約五次東闊 這個 北約五次東闊 這個 北約五次東闊 不斷地擠壓 這個俄羅斯的戰爭空間 所以 它是有 其來有致 它是有一個 發展的 過程 它是有一個 原因的 我們不能簡單化的 來看待 這場 戰爭 或者衝突 那麼 這場 戰爭的發生 又變成了 這個 這個 中美之間的 又一個 這個 矛盾的交流 又一個網通的交流 大家可以看到 在聯合國的投票 幾次投票 以及在其他的各種 國際場合 這個 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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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中美關係下滑 新冠疫情的 持續三年 又加上 這個 俄羅斯戰爭的爆發 到現在一年半年 這個 三件大事相互疊加 使得這個 相關的問題 更加錯綜複雜 這個矛盾 錯綜複雜 那麼 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 可以說 經過了這麼一個過程 就是 一開始 年初的時候 沒有國務卿 布林肯的訪華 因為 氣球事件 而推遲 那麼 一直推遲到六月份 才成行 很快的 又 激之以他的財長 也就是說 在 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邊 美國四位 美國四位內閣級官員 密集訪華 密集訪華 那麼 那麼 這些高層訪務 可以進行 使得中美之間 能夠在相互的 在溝通方面 保持高層的 高層的溝通方面 是取得了成效 是有所緩解緩和 那麼最近一段時間 雙方也釋放了一些 某些善意 比如說 美方把27個中國實體 從黑名單當中去除 中美之間的航班 有所恢復 但是遠遠沒有達到 疫情之前的 這個 每週三百多班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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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所恢復 有所恢復 所以 最近一段時間 中美之間 還是有一些 積極的發展變化 那麼 那麼 這次商務長的訪華 之前我一開頭 就提到的 這個 比喻想的要好 進行的要好一些 那麼 接下來 有九月份 今年是輪到印度主辦 這個G20分會 然後接著十月 十一月份 今年是輪到美國主辦 APEC 舉辦第一次 就金山 那麼 也就是說 中美兩國元首 都將出席 這個 G20分會 以及 APEC領導人會 那麼 這樣呢 就是 創造了一個機會 使得 中美兩國元首 在去年十一月 巴厘島 巴厘島 這個 會晤的 以後 再繼續 在最高層次的 這個 對話 溝通 實際上 是創造了一個 機會 我覺得 至少 十一月份 在 舊金山 中美領導人 是很有可能 進行雙邊 會 還有一個看點 就是 在十一月份 這個 舊金山 中美 會議前後 之前或者之後 中美雙方 有沒有可能 安排 習近平主席 訪問美國 訪美 進行雙邊的 訪問 也就是到 黃盛頓 我覺得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看點 另外一個看點 如果能夠實現 能夠做到 那麼 可能是 中美關係 跟中美 另一個 積極的發展 那麼 我就先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很高興 來到這兒 跟大家在一起 這個耶魯中心 真的就是耶魯 治友的家 所以很高興 跟大家又團聚在耶魯中心 關於中美關係 剛才跟教授講的 已經很全面了 我只想補充幾個 第一個 中美關係 這個事 應該是屬於什麼呢 誰都知道一些 誰都不全知道 而且中美關係 還沒有真理 他老在變 而且全世界都在變 所以 你說 你說你來說說 中美關係吧 還真的不好說 因為 誰都知道這些 而且呢 這個 很多重要的消息 電視廣播到處 在說 然後 所以我就想 接著 任教授剛才講到 我們看看 中美關係中 最近發生的幾件事 有選擇 比如說 阿拉斯加會議 然後是 天津會議 然後就是 今年說的 說林肯來訪 然後 然後 Kerry來訪 還有這次的 Ramondo來訪 假設我會給他打個分 因為還有一些會議 我們都不說了 馬力道峰會 抬頭 說了以後 風險 你說假設我們給他打個分 你怎麼打呢 我是這麼打的 阿拉斯加峰會 排在最差 那 曲奇斯 是天津諸會 因為中美 兩國在那交鋒 就像陸國戰一樣的 然後呢 再 好一點的 就是布林肯 國務卿來訪 是很好一點點 Caddy來訪 啊 裁長 耶倫來訪 相當不錯 克里來訪 更好 因為為什麼 克里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我在華盛頓跟他見過 等等 然後呢 他對於氣候變化的時候 認識很清楚 覺得中美應該合作 那麼 這次 Ramondo我覺得應該給他打 最高分 我這兩天接受國際媒體採訪 我也是這麼說 他們說 你怎麼看待 這個 商務部長們來訪 我說 在最近的 這些 雙邊活動中 應該是打最高分 那為什麼 要給他打最高分 剛才任教授也說了 所以我再談第二個問題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你說起美國呢 我們在座的 每個人跟美國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聯繫 不管你在 美國讀書 或者家裡有人在 美國讀書 或者你希望家裡的人 在美國讀書 所以我問的問題 大家認真聽 美國是什麼 哎呀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沒有標準答案 因為 人者見人 智者見智 所以我們不去討論 美國是什麼 美國人說 我是燈塔呀 我都不說 剛才我在Carroll辦公室 看到叫 光明與真理 這是野主國 然後 哈佛也有一個 什麼說法 我們不去說 美國是什麼 我想跟大家探討的是 美國 認真聽 對 美國不是什麼 你想過嗎 我估計很少有人想 美國不是什麼 在座的 如果你能夠把這個問題想透 至少我跟你就同屏了 那我先跟大家 美國不是什麼 我先問到 美國是上帝嗎 是的 請舉手 沒有 我估計沒有人說 美國是上帝 然後呢 美國是霸主嗎 對全世界來說 可能有些人 你有一點想舉手 絕大部分都不是 因為美國不是霸主 對 人家不是霸主 然後 美國是全能的 無處不在 無所不能的 這個 超級的大國 也不是 因為他有制恨 俄羅斯在那邊 是吧 還有我們中國 所以美國也不是全能的 所以 聽我說 關鍵世界上出的問題 我認為最重要 出在哪裡 美國 尤其是美國的有些決策者 尤其是美國國會 他認為美國是上帝 他認為美國是霸主 他認為美國是全能的 那好了 當今世界的問題出在哪呢 是 美國不是什麼 和 美國有些決策者 自以為是什麼 中間的差距 造成了當今世界的很多的動盪與不安 我這句話到底怎麼理解啊 也是人者見人至人見智啊 大家再仔細地想一想 那剛才 鄧教授講到 我看過 他那本書叫 《百年馬拉松》 合進一個字 他叫 《霸》 這本書裡面 到處是直接寫 一開始 你還以為是爸爸的霸 哦 他是霸主的霸 哎呦 我看完以後 覺得他徹底把這個詞弄錯了 因為對於我們中國來說 情死亡以後 霸不是一個好事了 如果中國那個君主說 我要稱霸 陳吉思汗 怎麼護壁漢 另一回事啊 他要稱霸 我覺得 就意味著他 從極盛到帥王開始了 中國的君主 我覺得都是說 要做人意之權 是吧 不能稱霸的 但是這個 Pillsbury如同 任教授說了 他說中國要稱霸 你說北京誰說過我們中國要稱霸 你去比如說 黨的部門 政府的部門 軍隊的部門 學術界 你給我找出一個人來說 這個人要稱霸 我告訴他 真的 我真的有這個勇氣 因為中國不能稱霸 所以 美國的特朗普總統的首席中國部門 整天到處嚷嚷說 中國要稱霸 而且還有一個百年馬拉松計畫 等等 我再說一句話 然後跟我要講的觀點是聯合一塊 還有一本書 我覺得是個大篤草 這個百年馬拉松也是個大篤草 那本書是誰寫的呢 是 這個 Gran Edison 哈佛大學 肯尼迪政府學院 首任院長 哎呀 這麼一個德高望重的人 而且他很多的觀點我都同意 但是 他寫了一本書 叫Destined for War 也想自己說 中美必有一戰 你看 他整個 他分析了兩千多年的歷史 舉了幾十個戰爭的案例 登出結論說 中國 是一個新興大國 美國 是一個首城大國 然後呢 十六八九他們要打一仗 哎呀 我後來 看到他的觀點 《紐約時報》書評 我就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接著這本書來 我仔細地看 越看越不舒服 他說他這本書錯在哪呢 我跟大家先分享分享 談中美觀修吧 你想想看 這個 這個 艾利森教授分析了幾十個戰爭的案例 全部是非原子彈戰爭的案例 就是要不然是冷冰氣的 要不然是這個時候 武漢坦克打炮的 這種案例 但是他還忘了 他把分析 非原子彈戰爭 得出的結論 要用在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身上 而這兩個國家呢 他不僅僅是常規武器國家 他是核武器國家 所以你看 他的方法律上有問題 他沒有考慮到中美 定位是兩個核大國 這個倒是我在業務院 研究實際上 哲文學的專業 就是那個軍備競賽與裁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艾利森教授這個理論也是有問題的 他把分析 常規武器戰爭得出的結論 要用在中國和美國這兩個核武器的大國身上 得出結論說 休息底的陷阱啊 中美必有一戰啊等等 所以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幾年 這個沒有像任教授這樣做學術工作 但是我一直堅持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呢 中美這個不可避免的和平 大家聽我說不可避免 inevitable 或者叫 inevitability 美國人呢老是說 有兩件事是不可避免的 一個人必有一死 馬克思會不會死 我們不去論啊 另外一個說 你必須要交稅 你不交稅 那這個美國政府 終身追討 而且以前的賬 它會一直放到你 出生那一天 一直可以追討你 所以 人必有一死 然後你必須要交稅 我高志凱提了第三個 是中美之間是不可避免的和平 這個不可避免的和平 是不是意味著中國人 美國人必須 親同兄弟姐妹 不是 是不是美國人說的 他現在老掛在嘴上一句話 我跟大家提醒 他說value base 就是價值觀點 他說他跟日本都是價值觀念一樣的 他跟西方國家都是價值觀念一樣的 因為我經常做國際的訪談 我有一天我說 我說 我說當美國政府說價值觀念 我說你要稍微停頓一下吧 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都沒事了 我們的價值觀念 肯定時間要比你有久了 可能內別也比你多吧 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喜歡幾代同堂 四代同堂、五代同堂 美國人是孩子長大了18歲 你趕快出去 別跟父母軍住在一塊 我們的價值觀念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是 他如果老說價值觀念 價值觀念的時候 你想想看 他其實又要把中國和世界分開 把中國和美國分開 他要把物本打入冷宮 這就很麻煩 所以呢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上來說 為什麼叫不可避免的和平呢 就是中美之間的區別肯定有 永遠改變不了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跟我耶路法宣的幾個同學 在爭論中美關係的時候 他就說 他說中國如果每一天 全部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念 那這個世界就和平了 怎麼跟他變得 變不過去 最後我就說 我說假設中國跟美國一模一樣 我們兩個國家合併行不行 成立叫美利堅和中華和中國 哎呀 那個美國同學高興壞了 但是最多可能三十秒都不到 他反悔了 他說那可惜 如果中美合併了 那美國總統幾個都是華人 所以美國人很會算計 就是我們即便是 接受了美國的 所有的一切的價值觀念 你要跟他同床共產 可能還不行 國內領導人有些說 中美之間是夫妻關係錯 美國人從來不認我們這個老婆 也不認我們這個老公 是吧 那從來沒結婚 中國領導人有些說 中美不要離婚 不要像鄧文迪和何夢多克 沒結婚談什麼 離婚呢 等等 所以你看 就是怎麼辦 我這個關係很關鍵了吧 所以 我的觀點 希望大家能夠 給我一秒鐘再聽一聽 中美不可避免的和平 就是我們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路也不一樣 發展趨勢也不一樣 可可摸免不了 但是這兩個國家 是不可避免的和 為什麼 大家聽我說 我原來真的 也有專門學這個的 以此為如 我在法院學什麼 我忘了 是什麼呢 中美之間 這也是基辛格國是強調的 中美之間 大家聽我說 戰爭不是選項 也不應該是選項 這一點就證明了 哈佛的 Gran Eilson教授是錯的 中美之間不能打仗 戰爭不是選項 我特別高興 Eilson不是我們耶魯的教授 是哈佛的 是我現在批他 我整天到處去尋找機會 跟他辯論一下 不知道是我還沒找到這個機會 還是他不願意我 他如果是耶魯的教授 我可能就不能這麼說 哈佛的可能批 他的理論是叫Fantasy 這個在學術界很嚴重 任老師知道 如果有一個學者說 另外一個學者提的理論是Fantasy 謬論啊 那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我公開地說 就是中美必有一戰 是一個謬論 因為我堅強中美之間不能打仗 好吧 那不打仗你先要分 美國人為什麼不跟你打仗 你要分 美國人到今天有一次 烏克蘭戰爭總統以下 一直說 美國不能到烏克蘭跟俄軍正面衝突 因為 每俄一正面衝突 就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人類沒了 美國人這個腦子 清醒不清醒 我們不說 他這樣這一點說得對啊 他知道美國跟俄羅斯一打仗 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但我的問題是 那為什麼美國人現在不公開地說 我也不想跟中國打仗 如果美國跟中國打仗 也會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是不是他有雙重標準 那美國為什麼對中國 和美國對俄羅斯 他的標準不一樣呢 就是他在國際上到處說 他不能跟俄羅斯正面打仗 他擔心會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為什麼美國有些人 老是說 他不惜跟中國打仗 美國的幾軍啊 他有五個軍兵組 有幾個軍兵組 或者是海洋軍 司令固 等等 他老是說 我們時刻準備了 明天就可以跟中國打仗 甚至有人放出口氣來 24小時 扎毀中國所有的水面 簡直 他說他有這麼狂的 等等 我說他真的不知道歷史 他不知道中美之間已經是有一個揍 這個揍是什麼呢 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平 不可避免的和平有個先決條件 就是中國一定要強大 也就是說在座的各位 你一定要錢啊 你一定要發分 你要有使命 但因為我們對美國的定義不一樣 你這個使命啊 都是說 你一定要為中國做什麼 如果你為美國做什麼 我拍雙手歡迎你 是吧 你比如說 在美國的校園裡邊 我最近看到有一個聯名姓 跟美國的總統協議從信 呼籲中美科技合作協議 不能停 趕緊的要續 這跟我們的教育啊 都有千絲萬綠的聯繫啊 我一看那個名單 我統計了一下 一半到三分之二 都是大陸出去的華人的教授 這很關鍵啊 這些教授都決定留在美國了 可能他拿了綠卡 或者拿了美國污名了 他也在為美國做各種各樣的貢獻 國內有些人覺得不高興 我覺得千萬不能這麼說 因為從他個人的角度上來說 這完全是他自己的決定 他決定留在美國 或者回來也好 都是他自己的決定 我們都應該予以尊重啊 但不管你做什麼 有一條我是堅持的 就是你要推動中美之間的和平 你要推動中美之間的合作 你千萬別去倒伍中美之間的大戰 哎呀 我跟大家說 今年四月我回馬頓 參加了耶魯大學的叫中國峰會 英文叫U.S.China Colloquium 然後呢我就談了我的不可避免的和平 然後呢 C.S.I.S. 美國的一個著名的智庫 有一個叫Holly 一個女士 是個華僑 還是大陸出去的 她聽完以後她舉手 要求發言 她說了一句話 我到時候倒氣以後冷氣 她說 我覺得中美之間一定會打一槍 當著我們耶魯大學友說這句話 哎呀 把我急著了 所以我當時我就說 如果Holly隊 大家趕緊把房子都賣了 是吧 趕緊到離岸的小島上去 你別火了 這世界會多可怕啊 我說 根據我的分析 中美之間是不可避免了 怎麼讓不可避免的和平成為 事實 在於我們每一個人 在於十四億中國人 每一個中國人 包括在座 在於三億三千萬 每一個每個人 都要做一件事 就是中美之間不能打仗 一打仗迅速升級 失控 然後全人類遭受這個裁判 這是我的觀點啊 剛才任教授說 歡迎那個或者期待的這個系統書記 去美國訪問 然後拜登總統到中國來訪問 那我跟他有同樣的想法 我在國際上 他們最近老是問嘛 不管是布林肯 還是 Ellen 還是 Kerry 還是現在的Ramondo 一直說 你怎麼看怎麼看 我說 這些部長今天見面 不好意思啊 都有點像是小菜一碟啊 現在中美之間應該是確保 兩國國家元首實現互訪 就是 習主書記去華盛頓 進行國事訪問 拜登到中國來 進行國事訪問 你想想看 從 尼克松以後 幾乎所有的美國在任的總統都來過 除了卡特總統也來過 所以從尼克松總統以後 到特朗普都來過 那為什麼拜登不能夠以美國總統的身份來呢 我們應該呼籲吧 所以我們作為這個 中美之間的紐帶和溝通者 應該說我們希望看到 這個美國總統到中國訪問 當然了 他必須是對等的 就是作為對等條件 美國應該歡迎習近平總書記 去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我覺得 在耶穆中心這樣的場合 多強調中美合作 和中美溝通 然後呢 多發出我們積極的健康的陽光的身影 然後來推動中美關係走上 我們認為正路 正路啊 正道路 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我的時間可能快到了 我就說最後一句 我最近去了烏克蘭房的 那個 本來準備在基福住三個晚上 後來所有的我的親戚朋友都全問 哎呀你冒了 冒了這麼大的風險 你萬一 是吧 然後我就把三個晚上 缺點到一個晚上 實際上我在基福就待了三十六個小時 在烏克蘭境內 一共是三天 網列鋪帶我 以後他們又坐火車和飛時間 大家聽我說 我在基福三十六個小時 經歷了三次空襲 哎呀每次都不一樣 對我個人的風險都不一樣 每次空襲警報解除 我到室外 偷偷空襲看看陽光 大家聽我說 我心裡只有一個概念 和平最可貴 戰爭是最不好的 不要戰爭 我們遠離戰爭 包括中美之間 不能打仗 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以後 去了美國去讀了書 然後幫助美國人打我們中國 我堅決反對你 如果你老再呼籲中國跟美國人開戰 我也反對 我覺得中美之間就必須和平 和未貴 然後呢推動整個世界 向積極的正確的方向發展 以後有機會 我再跟大家多說一說 我在基福的所見所聞到 然後跟大家強調 我的信念 中美之間 不可避免的和平 才是正道 謝謝大家